是日本后生劳动省刚刚公布了 又有一例英国变种病毒确诊 这是一名50多岁住在东京的女士 13号从英国返回日本 在机场检疫的时候呈现阴性反应 之后出现轻微发烧等症状 22号先住进了东京都一家医疗机构 没有想到在27号的时候确诊感染 而且是变种病毒成为日本第8例 确诊感染英国的新变种病毒株 目前日本卫生单位掌握的是 这个新变种病例在返回日本的时候 没有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也没有与特定的多数人接触 甚至也没有密切的接触者 这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而新冠疫情还是一样不散的情况下 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疫苗赶快到手 菲律宾先前已经跟美国这边来磋商说 我们要辉瑞采购一千万剂的疫苗 但是似乎最后是交易失败 因此总统杜特蒂这两天召开 新冠工作小组会议的时候 直接在会议上他生气了 他却对着美国呛吓说 如果美国没有送来 至少两千万剂的疫苗的话 美国最好退出军队互访协定 没有疫苗那美军就不可以来菲律宾 美国跟菲律宾其实是在 1998年的时候签署了协定 菲律宾允许美军入境不需要护照以及签证 而且可以不定期的造访 甚至两国举行联合军演 来维护南海周边的势力稳定 可是现在总统杜特蒂 他就用这个来威胁 其实他在2月的时候 已经片面宣布要来终止这个协定 结果6月的时候 他又把甲烷收回决定 到11月的时候 他又反复了同意将终止期限 来展延6个月 现在又把这个终止协定的威胁 直接威胁美国说 你赶快给我疫苗吧 看来身为总统的杜特蒂 这回看着疫情延伤 他是心急如焚 才会直接呛美国吧